苹果之星举乌尼尔歌手梦碎含泪水中街官举,以40次打磨翻身。 举乌尼尔本名寒一帮懵懂出道,从男团丸子发了一张专机解散,他回首16年前的偶像岁月丽丽在目,曾和小鬼花200元泡曼华店打发时间一天赚通告费1500元就惊呼有钱,成综艺卡路百战百胜辛酸忍惯性脱旧。 如今转型演员,37岁的他自嘲是老艺人,被问会不会和自由小鬼杨又宁比较,他或打举朋友名言,人的一生没什么,就是在等你的朋友飞黄腾达,还跟杨又宁约老了要住他盖的养老院。 韩一帮高中时被星探乡众派广告,因家人反对作罢,大学在餐厅换成帅学长搭闪,他心想暑假没事做就答应,没想到学长的经纪人就是当时的星探,因缘际会下拍了第一支和信电讯广告,进账十多万元。 当时经纪公司旗下还有小鬼绿茶黄玉荣李绍响,突然组成滚石无小子,接着又缩编成韩一帮小鬼绿茶三人组丸子男团,韩一帮说,我乳行浑浑噩噩,进去一年就发片了,回头想不见的是好事,不知道自己在干吗? 丸子发了一张,关东主便宣告解散,本来要发第二张也录了几首歌,但因三人跟经纪公司滚石东森的三方复杂经纪约,绿茶后迁去东森,等于跟另两方合约不成立,总值是乌龙。 更滑稳的是团鸣,公司要三人想团鸣,他和小鬼信冲冲响了,飞船,某天经纪人却告知叫丸子,大家听完那神经病后沉默,至今仍不解,一定是滚石高层喝醉酒哈拉响出来的。 进滚石受讯期间,他每月有一万多的零用钱可拿,运气算不错。 出道后开始跑宣传,通告费1350元,公司不抽成,三人分就会吃麦当劳,他记得有回小鬼不能来,跟绿茶跑数个通告,最后两人共拿了3000元,绿茶开心喊,举我们好有钱哦。 在团体中,韩一帮和小鬼感情特别好,没通告时,会相约东区漫画店,花200元泡一整天在包厢,或花300元带在中印文化城游泳池,晒太阳觉得自己很帅。 跑宣传太累,彼此会耍幼稚提审,像小鬼有次骑摩托车在他,明明前面卡两台公车,小鬼催油门硬穿过去,让他脚差点骨折。 对另一位成员绿茶,他总想尽办法亏绿茶的肩下巴,曾在满十亿人的大巴士上,发出嘟嘟嘟电话铃响声,在握住绿茶的下巴大喊,没人接电话哦。 更狠的是导演扭成泽靖开玩笑想出要绿茶以下巴去挖水沟的桥段,让绿茶尴尬涨红脸。 丸子没有男团常有的内讧,各司其直吸引不同年龄层,寒一帮粉丝年龄层较大,生日收到的是精品,小鬼铁粉介于高中大学生,礼物永远是扭蛋,绿茶应受过小生喜爱,总是收到一堆棒棒糖。 聊起往事,寒一帮说的生动记忆犹新,他坦言蛮怀念,也透露和小鬼一直希望在合体,想一起主持旅游外景节目,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。 团体散了,寒一帮紧了约走综艺路,先从百战百胜,坐起,几乎过每一关卡都脱就在水里就自己接回来,肩膀又很痛,等下个游戏等很久,披毛巾抖抖抖,一级三千块。 彭内节目他起初痛苦,不是因,后来靠张克翻锅试轮约他出去晚,赎了有互动才有效果。 综艺时期,他开始留连夜店,也觉得那个年纪多认识朋友,就是个过程,当时酒量好,不会醉到失忆。 他投入最后一次造访夜店是去年,起因是朋友想去,他和朋友在玩乒乓球的夜店不懂规则,待了半小时觉得太吵,12点不到就车了,觉得自己老了吗? 他认为20岁去夜店玩,看到快40岁的男生也会想还来夜店干吗? 好奇他有没有烂醉到隔天行来,不知道旁边躺的人是谁,他强调行来一定在家里,经纪人形容他喝醉有自动导航系统。 那女生投怀送抱呢? 他解释就是,较好认识,更称现在长分不清谁是谁,有回唱歌,朋友带了一票女生进来,他打去,每个都是岑婉婷,岑婉婷,随唐,随唐,不断copy,根本认不太出来。 转战综综艺让他充满不安全感,一直处在淡季,旺季的状态,他开始想拍戏,但在综艺的知名度,在戏剧线毫无注意,常常多场戏明明不是零眼却但站在后面,他笑笑不用讲话就有钱赚,过程都很好,看别人怎么演戏。 韩一帮2014年以雨后娇阳,入围金钟奖男主角,让他对演戏有了不同想法,他从这部戏开始苦练台语,印象最深是一场戏用台语曼剧,一三十,四十次,要有愤怒情绪,又得想台语有没有讲对,非常辛苦。 自雨后,在道明是大时代,他面对近鹏四季作业,熟悉体系运作,一切重新适应。 目前台语共力,他老实说,很多发音还是不标准,但比较有自信讲。 演员陆走到至今,拍了雨后,很多人注意到他,到了白禄寺的愿望,高雄乡亲会叫他戏中名字,以前走综艺是年轻人认识他,现在是妈妈长辈及,他坦然接受这种改变,搞笑举例,时早有一天走到剪歌剪场,那种只有阿妈才知道。 像现在去中南部拍戏,一定有地方朋友人士来,他突然意识到这行为就是老一人了,我已经是这样子的年纪了。 韩一帮音拍片四季室室,和杨佑宁结为好友,曾比较演绎成就吗?他认为男生过了35岁后有了提认,你的成就,你能赚多少钱,有时候真的是命,不要太强求,至少大家都还在线上都有钱赚,就OK了。 他投入杨佑宁,曾说迟早会盖养老院,他回,那我去住就好,他也相约老了就像电影,一路玩倒挂,完成医院清单,杨回那其中一个要非常有钱哦,他立刻回,你已经是。 谈有情谈事业,韩一帮都有明确的想法及蓝图,但婚姻大事,37岁的他不急,觉得在没有生小孩前提下,为什么急着结婚? 他和空姐女友交往五年,他都去形容保固期要过了,就是顺顺地走,但不想让他曝光。 是因前任黄小柔影响吗?他坦言当时被大家劈头追问,何时结婚,真的蛮有压力,现在觉得低调舒服。 但女友与他年纪相当,他不急,女生也不急嘛,他解释,很少聊这事,现在生活很开心。 两人原本想养小宠物,后来觉得照顾太累,作罢,因两人都忙,聚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,相聚就吃点好吃的,喝一杯,若连这种东西都剥夺掉,我觉得生活很痛苦,反正我爸妈就住在楼下,狗就在一楼,想跟动物玩就带上来。 感觉女友已是一家人,她另类解释,家人是吵架也吵不走的。